妈,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儿子 你看,这天气这么热 这你衣服要一天一换 你这都穿了好几天了吗 睡有两天了 妈,你说你来我们家住 你怎么会多带两件衣服 对了,这小小的衣服 在那棍子里 我去给你拿一件 不用拿,儿子 没事,妈 妈,你别干了 给,去换上 那行,儿子 儿子 这我穿小小的衣服 他不会说什么吧 妈,这小小的衣服 多的事 他不会说什么的 这小小也是个开朗的人 他呀,不会说你什么的 小六啊,我回来了 哎呀,不死了 小六,咱妈怎么穿我的衣服 我说小小 这咱妈过来的时候 拿的衣服比较少 穿你这件衣服怎么了 你衣服不是多吗 你有经过我同意吗 他没有衣服不会自己去买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咱妈一直都是 省吃省喝的 她买什么衣服 你衣服那么多 让她穿一下又怎么样 就一件衣服 我还得给你打报告呀 不行,给我脱下来 小小,你干什么呢 这衣服有五六百呢 他啊,差不齐 小小,你说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衣服五六百 五六百又能怎么样 这你买衣服的钱 不都是我给你的吗 怎么,连你都帮他 你败我啦 我花点钱买的衣服怎么了 你们都说我 你们给我滚 说什么呢你 没事 让谁滚呢 这是我家 这是我妈 你算老几样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衣服 我都会拿给我妈穿的 因为那都是我花钱买的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你自己鬼蛋 你竟然敢打我 你还让我鬼 你妈就是一个乡下人 有什么好嘚瑟的 我要不是看她可怜 我才会让她和咱们一块住呢 现在你都帮着她 这日子没法过了 二十四,你别 她可是你老婆 别打 小小,我告诉你 这我妈生我养我 不容易 我是看妈可怜 一个人在老家 没人照顾 这我现在也结婚了 我想着 让我妈 过上两天好日子 你居然为了一件衣服 给我妈 无理取道 今天啊 我把妈告诉你 看在妈的面子上 我原谅你 如果再有下一次 你啊 别怪我无情 走吧 我妈 我才会发现 好吧 我现在也要